明天院长 各位早 我跟你讲我看不到你们 这样子 现在我们先这样子 我要分清楚一下 媒体人能问几个手 不是老朋友 听说你上风嘛 ok 再举一次早 好 第一次 好 謝謝 蠻多媒體 第一次來的人幾首 真的啊 哇 你可以看到不一樣記者會 好 謝謝 所以這些都是我的朋友們 一起合作工作的朋友們 謝謝你們 媒體來是因為他們有工作 你們是來實行跟實現 你們自己的善良感動人心的行動 所以謝謝你們 好 現在呢 現在就要來讓你們看 我等於是每年都會有一次 跟媒體們 跟社會大眾來講 這一年我們做了什麼 我們有沒有增加些什麼 那現在要講的就是 你看得見嗎 你看得見嗎 OK 好 這個就是台積電慈善基金會 我們一整年做的點 你看那個紅點的地方 一個點跟我們在做些什麼 那所以你們我不念 可是你們可以看 你看我們現在差不多 台積電裡面的志工 我們差不多有14000人 各是100000人 對 我們這些人的投入呢 我們有800廠 800廠的這個是有很多 是你們有join進來的 那等一下會告訴你們 我們做了哪些東西 最主要是要讓你們看 我們的這個紅點 是我們北到基隆 我們南到屏東 我們到東到花蓮 到我們到南投 這些點呢 我們都自己親自走到第一線去 所以這是你們看到 我們到我們所做的點 我們所走到的點 那也是跟各位在這邊的企業 合作的點在這邊 第一是對小孩子的教育賠利 我這一兩年 有重心有些放在教育上面 因為我是覺得 在城市跟偏遠地區的小孩 程度越拉越遠 所以我有點擔心 所以我盡量的讓小孩子 偏遠地區的小孩 能有一些更自然的方式學習 所以你們看到了 我強補科學 我們叫它AI AI是大家現在是很紅的一個題目 可是真正什麼叫AI 偏遠地區小孩的老師們 他們想不想用AI來教小孩 因為是 我們到一個地區的時候 我們要叫AI 校長就會偷偷告訴我們 說請你幫我們的老師補補課 那我本來是打算就是 就是 一個學校或幾個學校 合起來一起跟他們上課 怎麼叫AI 怎麼樣做 結果結果他們跟我們講說 不行不行 你們一定要單獨的教 因為你要是全部上課的話 老師們的面子掛不住之外 他們就不會專心聽了 所以我們就要花 一對一的教法教老師 這是補強AI的東西 在AI裡面呢 我看了很感動 因為我自己也去了 這些資料 記者們都 媒體門名都會有拿到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 仔細的資料 所以不要擔心操 我到現場去 我很感動就是 我自己本身不懂AI 我也沒有學 那我到那邊的時候 就看小孩子 用那個小小的computer 在寫程式 應該是寫程式 我是不懂 因為他們在一面寫 一面下面在接融 用AI的方式 用車子接融他們寫的program 那我就問了那個我們的資工 我們的資工幾乎是一個半 或是一個人對一個學生 所以他們很多的 我們有很多的資工在教小孩 什麼叫AI 那小孩學得很快 他們差不多三四個鐘頭 就可以寫 就可以寫了 所以我們已經做了三四機場 我們有七個台積電 的工程師在那邊做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將來把這個AI的人 能推廣到更多的地方 那我更希望台積電的員工們 的資工們 有更多的AI可以去交給別人 除了做AI之外 大家知道 我都是像做美人一樣的兩邊拉線 這個我是覺得我們做得很好 這次台積電在我們看到 我們用走第一線 我們到學校裡去的時候 我們看到很多小孩 是真的是很專業的 那當然我們更看到的是 很多企業是需要員工的 所以 比如我們在 今年是今年 我們在台南 奇美 奇美他們是做麵包 做甜點的 那另外有個學校 有個學校 我們後來沒有再找另外一個學校 我不知道 我們的學校 他是在做烘培的 所以我們把那個學校 帶到奇美的工廠 做麵包的工廠 那我也去了 看到他們 這些小孩 很認真 在一個工廠裡面 做麵包 當天我們在的時候 他們就 成績展覽出來的時候 他們做出來的麵包 是跟 真正要賣的麵包 沒有差多少 真正做出來的程度 是很好的 做出來的程度很好 的時候 當天 奇美的董事長 就發了 二十張的聘書 給這些小孩 所以我們這個做法 就是把 這些小孩子已經準備好 他們並不打算上大學 或者 有一個 剛才我們在這邊有寫 福華飯店的 他們是 我們也替他找員工 員工 這些小孩 是讀這一方面的 接待啦 服務啦 做房間清理的 他們到福華飯店那邊 去做訓練 兩夜三天 好像 完了以後 他們當場做了以後 感謝福華飯店的 總經理 董事長 他也發了拼書 把他們留下來 所以這些小孩等於是 還沒有畢業 將要畢業的時候 他們就有工作了 就可以安心的念書了 所以這個是 我在做職業商討的這個主題裡面 就是說我解釋得清楚 等於是快要畢業的小孩 跟已經需要的媒體 不是媒體 企業合作在一起 那我更應該謝謝大金 大金他把他的技工 他一個團隊 他把他的技工 技術人員 跟機器 帶到學校裡面去 花了多少鐘頭啊 三十個鐘頭 去教小孩 怎麼拆冷氣 怎麼裝冷氣 所以小孩子呢 就可以去找工作了 他們就會修冷氣 在屏東修個冷氣超兩千塊 在高雄修個冷氣是兩千五 所以他們大金他們可以 因為他們在每個地區都需要人 所以我們就是他需要的地點 我們就會跟他安排人 所以這個對學校有幫助 學生有幫助 對企業更有幫助 因為現在企業很多地方 剛好我們在談 企業什麼 因為少紙花的關係 很多人都在缺工 所以你們這邊可以看到 然後還有我們有 應該再下一張吧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對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什麼地方做 我們除了做媒體的連接之外 我們還做一個fair 就是很多攤位 企業有很多很多的攤位 我們在六個城市 有一千兩百個攤位來參加 他們是怎麼樣 就是像在一個大禮堂裡面 有很多的 有二三十個攤位 這個攤位是企業 在那邊招學生 那總是會有一兩千個小孩 讓家長帶來面試 面試的時候 這些企業們看得合適 就可以雇用他們 所以我們也在做這個 那所以等於是 我們除了從學校跟企業 拉就職的關係之外 我們也是在整體大體上面 弄一個企業的招生 讓小孩子有機會 有機會來面對面試 這個時候 家長們殘餘的 比學生還要多 我們為什麼 一定要小孩子 一定要念書 那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可以 為他做什麼 所以呢 我就想到 為什麼不給他們一個工作 這些職業學校裡面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專程 有些家長就是要他們 繼續念書 我的洗心動靈 最主要是 給小孩子另外一條路 讓他們有選擇的路 讓他們在 還沒有人生成熟的時候 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 在越偏向學生讀記者的比率 其實會偏高 像工工所存在的科系 往往都是台東地區所沒有的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受教權的保障 其實今天這個活動 我是很感動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 這麼多家長的參與 家長開始 有一些不同的關聯 在就業方面 如果我們可以提供他 更專業更有保障 不管是在薪資福利 還是小孩子的生涯上面 我相信家長的觀念 會慢慢改變 而不是一股腦的往 普通大學那邊 要馬上升學 不管是解決台灣的缺工問題 還是對小孩子的生涯發展 都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認為今天 看到這樣子的改變的契機 我是很感動的 真的很謝謝 台積電資產經濟會的幫忙 家裡要的飲料 要不然這個很快就趕著 這品真是太酷了 玫瑰花好了 在這裡 要把他切開了 你好病喔 同學要畢業出去 都一定要進入職場 我比較注重就是他的專業能力 只要探索這部分是真的很重要 可以讓他們提早知道以後 對未來做先做規劃 他有跟我們聊過說 他想要當一個畫家 像直校的設計 還是某一些設計 今天來上了 我是覺得還滿有收穫 就不在於極限說 他會畫畫 只是當畫家 像現在我都一直問他們 他們到底喜歡什麼 懂哪平常會去觀察他們 看哪一方面是比較 屬於他們擅長的 這樣孩子才會有自信心 當他有自信心的時候 等於說是一個學習的動力 心雷是以小孩子的選擇 讓他自己去自動自發 去做要自己做的事情 我想這樣子對小孩子的人生 對自己才比較很負責任 溝東當初創辦的精神 就是要為最小的弟兄服務 會希望是在台東地區 最弱小的族群 他們可以學得一技之長 就業改三家庭 看到的一個還滿感動的是說 家長相對站在一個 是開放的角度 社會實在有太多的變化了 他覺得自己的經驗 已經沒有辦法教自己的孩子說 未來可能可以怎麼去想 我要什麼樣的職業 其實就地就可以找到 很多的教學資源 例如像今天的宮東 他們有很多的學長姐 老師都在現場 直接的去給他們引導 我相信孩子會因此而更受到支持 然後會找到一條 比較適合他們自己 然後自己也喜歡的方向吧 他會去當組織人之類的 想過就是以後可以當律師 因為我比較會講話 務工 對藝術的方面也是有點貼興趣 餐飲科的部分 我以前沒有切過有這種畫樣的水果 今天是第一次切 切有造型的水果 可以讓我賺錢 游客人的在找到這個問題 習慣了 你在因為吃醬 這次就像一個水果 聽到聽到一個小蟑螂 他會去帶來做這個藝術的水果 我們就應該在你要用水果 我想要是跟我們很久的媒體都知道 我們對長輩對我們一直有照顧年長的 所以這個是一方面 我們自己本身志工們 我們有跟關渡醫院 陳亮宮 還有陽明大學 這些護理系一道在一起合作 我們自己把貝貝帶去需要去的地方 譬如說有材料 有器材的地方 教他們如何可以做一些運動 我們自己本身會教他們預防性一些運動 我們等於是對他們的服務 我們是多方向的 健康方面之外 對娛樂方面我們有給他們很多的訊息 這次我們把長輩們帶去 這裡有滿完整的器材 藉由我們整個課程的安排 從前面我們先建立一些基本的訓練動作 讓大家基本的認識一下這邊的器材 怎麼操作跟裡面的器材的一些功能設定 我們後續會針對出階 然後中階進階的一些運動調整 訓練長者在協調動作還有肌力 還有整個整體的訓練動作 希望可以達到這個延緩失能 然後讓大家更健康的部分 其實台積電是一個很有社會責任的一個企業 雖然我在公司退休了 我沒辦法參加生產的工作 但是我願意跟他的精神跟理念繼續去走這一塊 我覺得是公司的文化還有 就是我們志工團隊的凝結力吧 像今天長輩來的時候 哎瑪莉亞 就看到好久不見的朋友一樣 他們心裡有名 我覺得那種感覺真的很好 我不運動的 到了台積電那基金的這裡 我覺得很好 大家也很親切 也很努力地交流 我看到我自己慢慢進步 進步那個數字 覺得很高興 連續一個小時兩個小時的運動 如果一個人自己做的話 大概十幾分鐘到半個小時 可能你就會放鬆 做過也很多同好一起在運動 會營造一個很好的運動氛圍 於是你就可以不知不覺的 就運動了兩個小時 全身肌肉都運不到 我今天真好90 人比較活躍一點 不會那麼溫暖心衰 感謝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安排 我們榮家的長輩能夠到 陽明交大 民法健康缺二部 來這邊體驗健康出境的一個課程 其實在服務的過程當中 讓我很感動的是 長輩會一直跟我們說感謝 還有他會告訴我們說其實你應該怎麼做 當初我們是來服務他的 怎麼變成說是他來教我們的 對 我非常感謝他們 又年輕又漂亮又熱情 你們都訓練出來他中間 能夠隨時輔助我們 幫助我們 在旁邊協助我們 所以對這些 所有的志工我們都非常感謝 大家都對他們評價很高 謝謝 很滿滿的快樂 真的不是只有我給他 其實是他給我們 因為我們這把年紀的 我也沒有父母親了 真的看到他們 有些就像自己的 父母親的感覺 非常感謝台積電慈善基金會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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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們看的是小孩 再後來是老人 再接下來就是我們對大眾 對節省能言有什麼樣的幫助 在我講之前 我就是想讓各位企業 跟媒體朋友們知道 現在外面什麼都在缺 剛剛有個朋友跟我講 他們是醫院的人 他醫院裡面的哪個單位 每個單位都在缺人 我說那你就出來講 讓媒體幫你忙 後來才發現 現在好像整個外面 因為少子化的關係 什麼工作都在缺人 所以呢 我們要是能鼓勵 懶惰的小孩的話 都出來做點事情 因為現在講真的 父母親都太疼小孩了 那我們要是能讓小孩子 從小就堅強的話 對將來對社會都有幫助 現在我們在講公益 綠能 我們台積電做了些什麼呢 最特別的是我們的LED燈管 這個燈管讓我們教室的照明度增加 提高了 而且我們學校電位 對 也下降了 對 算後學校的照明 明顯的靈變靈亮 經過測光的檢查 都達到500個輔光以上 幫助孩子的眼睛更健康 我們ED燈 LED燈 燈裝計畫 協助我們幼兒園 和租室 一部分教室 更換成 更省電 更靈亮的LED燈 我們基礎的影片 在天邊 我們在接著 兩部分教室 都達到 你們在接著 天邊 協助我們 我們教室 的教室 得到 我們教室 我們教室 我教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幾乎LED 燈 我們幾乎是在全省 每個地方都在跟他們換 所以我有個口號就是照亮台灣 那太陽能我們是有選點的 因為太陽能要放在一個房子上面 價錢是蠻高的 所以第一 我們不放在公家的辦公室 我們放的是做公益的地方 他們太陽能所省下來的錢 一般人借了你的屋頂的時候 他會把電的錢留下來給自己企業 可是我們做的是 我們捐了太陽能板 就是也能捐了給這個單位 所以一般我們的做法更加不一樣 那他們省下來的錢 他們把省下來的電賣給台電了以後 拿到的錢是自己自己花 我們沒有去要回來 現在你們看這個規模 你們看了以後就會曉得 我們做了多少地方 跟我們花了多少錢 在綠能源上面的時候 慈善基金會我們盡可能的再把它擴大起來 再下去的話 我想整個台灣的LED燈 會被我們做得差不多 那規模呢 您可以看到 事實上真的是每人只要走一步的話 就真的是可以替我們的台灣省掉很多電 要是有些企業看到這一些我們做的事情 願意來加入的話 你們是more than welcome 來跟我們聯絡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大家一起合作的 事實上你做很多事情 不畏自己的時候 你做起事情還更順鎖 好 現在呢 我們能做這麼多事情 我們要謝謝教育部跟勞動部 OK 好的 另外我更要謝謝 這個是有在這邊的 有在這邊的企業家跟學校們 對不對 今天有來的企業貴賓 我們是不是跟大家揮揮手 我們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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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學校的代表 和醫院的代表也跟我們揮揮手好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會這樣子的 我把兩張放在一起 因為我是要給媒體看 今天來做的 不是只是看台積電在做什麼 我希望你們也可以訪問這邊現場 這些名字出來的都在現場 那我會留這個在這邊 你們會看到他們的企業是什麼 他們的牌頭是什麼 他們叫什麼名字 那你們可以個別去訪問他們 我相信你們這等於是做第一線的 第一線的訪問 那他們的感動 也能感動你們 所以我把這一張就放在這個檯面上 讓媒體能可以慢慢去找 你們想要談的企業跟想要談的對象 最後呢 去年我是一樣的 今年我還是會挑一兩個出來講 他參與做幫助別人的事情 我們應該講說是慈善 事實上是我們做事是在幫助自己 請你講一下好不好 可以了 自我介紹 各位大家好 我是麥穗文教黃雲廷 那很感謝董事長 他一直非常的關心 就是我們在彰化的公益活動 他時不時就會問我一下進度怎麼樣 有沒有需要幫忙 有沒有需要什麼資源 這非常的感謝他 那董事長他秉持就是善念笑行 善念笑行可以讓台灣更好 所以在彰化的部分 我們在國小端 我們一直推行的笑道活動 目前已經舉辦了數場的笑道活動 那在活動當中 我可以看到孩子跟父母 或者是孩子跟祖父母之間 這種情感的交流 那種種下的善念跟笑道的種子 是會生殖在人心 非常觸動人心的 然後在國中端跟高職端 我們將會配合董事長 著手進行像剛才各位媒體朋友看到的職業探索的部分 我們會結合地方企業還有好朋友 會給這些孩子更多的訓練還有工作機會 再次的謝謝Sophie董事長 還有更感謝我們基金會所有的夥伴們 然後我要講的是由你們正好 謝謝 他不知道他要講 因為我們講這些都是沒有預先準備 你講一下跟我們合作的感覺 尊敬的Sophie董事長 還有各位媒體先進 還有所有企業夥伴 企業夥伴是因為我們大家一起有機會 在這邊跟有智慧又美麗又溫暖 最有愛的董事長 一起來學習怎麼做好事 那我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中國一大在2014年就加入了Sophie台積電愛護聯的一個平台 那愛護聯的平台我們有參與的活動 第一個從孝道復興到獨居老人的照顧 還有食戶銀行的一個捐贈 那在我們這邊 我們也接受到台積電工藝節能的部分 我們有兩個據點 就是像剛剛Sophie董事長跟大家說明的就是 這個產店我們在瑪麗亞基金會 還有利達基金會這邊 就幫助這些弱勢的孩童 他們每個月都有1萬多塊的收入 幫忙做加財金 那我想這樣一路走來 我們啟花了很多愛的種子在心裡面萌芽 那也因為他的指導台積電 我們以台積電為師 所以我們在2016年也成立了首家醫療機構的企業資工 那加上醫院本身的資工又規模有一千多人 所以我覺得一路走來 我覺得台灣有台積電的營民真好 對 那在這邊可能跟媒體朋友跟所有企業夥伴 因為我剛剛聽了 實際上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我覺得有這樣子的一個發起 讓我很深處的感動 就都注意到現在台灣的問題 尤其剛剛有提到這個制止賠利的計畫 可能剛剛都沒有講到說想說醫院 它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白色巨塔裡面可能覺得 醫院這個有沒有制止人員 我剛剛會前來 我就跟這個蘇里董事長報告說 實際上我們這邊要響應 而且希望台積這邊來支持 那也有跟布萊克執行長 就是有稍微做過一個簡單的討論 那我們就要先舉手說醫療行業非常的需要 因為現在大家在報紙媒體上面都看到很多 醫事人員是缺工的 尤其護理人員 那我想在這邊中國醫大我們願意算先站出來 來說我需要我贊助 是因為這個非常佩服 這個對於這個技職的一個就業就學 還有整個一條龍的一個服務 那中醫大這邊的想法是 因為技職可以了 我們在醫院裡面就希望提供這個大學的學分班 然後讓他整個從技職不會唸書變成他多出來工作 工作以後也希望他在這個整個人格的培養 還有整個這個職養的發展更好更豐富 所以我們也討論說我們會在醫院裡面設這個學分班 讓他們可以因為一邊工作又一邊唸書 然後也不用到學校去 然後就可以取得這個大學大專的一個學歷 我想這邊要再次的謝謝收尾董事長 然後也希望得到你這邊的支持 讓這個愛的路上真的就是由你最好 那謝謝大家媒體朋友 還有各位先進的指導 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 還有哪一位願意出來分享自己所做的事情嗎 沒有的話 那謝謝收比今天的分享 那也再次感謝在公益路上 和基金會一路互相扶持 讓社會更好的夥伴們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媒體的問答的時間 我想媒體應該看得到我們是真的在做的 所以有問題盡量提出來問 請收瑋妮這邊 給我講我真的是連續好幾年參加你們的記者會了 然後所以有一個蠻深刻的感受是說 台積電磁三基金會是從一剛開始我們聚焦的一些 比如說一萬一戶或是洗食這些比較像是一個企業 通常就是你想做慈善的時候 你第一步的確就是跨入這個 但是我們看到經過幾年的變化之後 我們現在開始有引法的 然後聚焦記者配備 那就像剛才那個楊副院長有提到 這幾個延伸是有點像是 你們發現了台灣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 就是針對台灣社會更客製化的一個做公益跟慈善的方式 那我想請教的是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您或是團隊是怎麼樣去發現 或者是去調整你的路線到現在的這個樣子這樣 發展重點的一個轉名這樣 謝謝 你可以看得到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以前你看到一萬一戶急救難 這個事情還是在做 只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沒有把舊的東西拿出來 所以舊的東西我們還是在做 我們還是需要人家可以給我們一萬塊錢 就一個去給那個貧困的人家 現在終於還在做 我們做的東西沒有不做 我們還是去 幾乎沒有一樣東西是放下來的 是一樣的 那我們如何會變成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走第一線的人 像我走第一線的時候 我怎麼會看到現在新出來的就是工作 要做要畢業的工作的小孩 替他們去找公司找企業來上班 因為你走第一線的時候 你看到了這些小孩要畢業 那他們是在上大學 還是就業的這個觀念裡面的時候 你看到一個空洞 這些小孩不知道怎麼辦 這個時候呢 我又同時看到企業們 他們需要人的時候 因為你走第一線 所以你會把人民的需要 放在一起的時候 你很自然就可以拉出這個線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鼓勵大家走第一線 你走第一線的時候 你會給自己更多的靈感 更開自己的眼光 這樣子 謝謝 謝謝 那這邊 碰拿 鬍瑪 那稍微談一下 我們在季子培育 其實今年一個重點是怎麼樣讓小朋友走到他的方向 這個地方你們在哪裡 我可以稍微談一下 第二個就是說 那在企業的 我們找企業的夥伴的那個方面 你們覺得目前是不是還需要什麼樣新的夥伴 你需不需要侯談 其實這個對我們來講是責任蠻大的 我很高興自己增加了這個題目 因為是我去跟交易部談過 他們嚇一跳 他們做很多我們有在做的事情 他們沒有想到這一塊可以做 所以他們很贊成我這樣子做法 你等於是讓一個小孩信任你去找一個工作 所以我們在拉這個線的時候 台積電本身就要很當心 你找的企業是不是正派的企業 是不是真的會對去的小孩子好好的培養他們 第二個我總是會問他們 問這些企業 小孩子去了 他們有沒有升級的可能性 因為從學校裡面這樣出來 就去工作 那我怕他們就被壓住在那個地方 所以最少浮華寬點跟我講 他們有升級的方式 所以你陪這些小孩 去跟這些企業interview的時候 你會放心 而且你要讓家長們 因為剛開始有很多家長 來一道interview 所以你的責任就是 要找到對的企業 才能把小孩放手 到對方的手上去 這個責任我們是永遠存在手上的 所以並不是要來缺工 我們就讓小孩來面試 沒有 我們經過我們自己的檢驗過 OK 下個問題 這回答可以嗎 Sophie你好 我是姊妹濤的記者 今年的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回顧有提到 退休志工投入社會參與有的重點 是先認識自己 然後再來照顧他人 然後可以收穫被需要的意義感 那Sophie你可以分享 一些有趣或是你覺得感動的故事 分享給大家嗎 謝謝 感動 這個 因為我曉得台積電到一個程度 有很多人都退休 那我在電視上看到 退休的員工看起來還是很年輕 那所以呢 他們有很多人做志工 因為你們沒有走第一線 做了會上癮的 所以他們不是只參加一個 他們會參加兩三個志工的團體 那這些人退休了以後 我們就號召退休的人員 可以來當志工 可是並不是所有很多外面的人 要來台積電當志工 我們不接受 我們只接受台積電受過訓練 台積電的員工退休 才能來當我們的退休志工 那我很感動的就是 他們雖然是退休的志工 我們在看電影 看影片的時候 他們覺得退休人員 退休人員 我覺得他們看起來好年輕 所以台積電培植出來的人 願意留下來 表示我們志工這一方面做得蠻好的 不然的話 他們不必要用自己的時間 來花在幫助小孩的身上 所以這是讓我蠻感動的地方 還有沒有問題 謝謝可以問哪 媒體朋友這邊我們在採訪 好 那非凡新聞朱岳英 Sofi好 Sofi你可以往那個亮一點的地方站嗎 就是你這樣臉 對對對這樣臉就在 這邊嗎 對 好這邊 這邊 再過去一點 再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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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拍起來會漂亮 對 已經很漂亮了 是 Sofi是這樣子 剛才我們提到台積電退休的員工 我想問一下就是多少退休的員工 陸續加入這個志工團這樣子 那還有我也想分享一下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就是台積電退休 那我想說為什麼台積電退休的員工 看起來這麼年輕 是因為那個Morris太厲害了 他那個做一個這麼好的企業 然後給員工這麼優渥的薪水 那個獎金制度股票什麼的 所以基本上我的朋友50歲退休 然後有車有房有什麼都有這樣子 所以他們都很願意出來做志工 所以就是有福再造福這樣子 所以我想問一下Sofi就是 退休員工近年來有沒有一個增加趨勢 加入志工團這樣子 你這樣子提醒我 我應該謝謝公司 因為公司有給今年有給志工價 我以前要求志工價我不敢要求 因為是這個要是給每個人有志工價的話 要幾億的錢 所以他們是自動給志工價 所以今年我們增加了很多的志工 因為有這個志工價 那退休的志工來當志工呢 我在想你講的我完全接受 這就是台積電薪水給得高 讓他們能有安心的退休 所以他們多出來的時間 願意服務給這個社會 所以你講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退休的員工成立志工隊 是我最近才想的 因為我聽到很多人在退休 那我是覺得我們可以用這一方面 最主要也是我沒有講得很清楚 我們在很多地方我們做得蠻細的 像帶小孩子做AI 那我們能幾乎是一對一的 需要一對一對小孩交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要更多的有智慧的 有點能力 有點background的志工才能帶小孩 所以在這一方面 我們需要更多的志工 那現在滿好 台積電給有志工價的時候 出來的人更多了 因為年輕人價比較少 年紀大的人自己的假期比較多 所以我發現有這個現象 年輕人出來做志工的蠻多的 好 那時間的關係 我們是不是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那個美方 我是I.C.G. 英姓美方 我待會給你私底下要一顆喉糖 不好意思 喔 多想要 是 喔 多想要 OK 您這幾年來 我有陸續參與 一直都追蹤著您的腳步 公益的這個腳蹤 覺得您真的是一個非常有愛 而且有智慧的理性 那這樣子下去 我覺得台灣有很多的人 會被您點醒 是不是可以談一談你自己 對這樣的一個志工對我 未來的一些理想的一些 未來的一些想法 因為您真的是抓到問題 而且直接找到這個痛點 直接去面對它 那也產生了非常多的 綜合的效果出來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台灣現象 非常需要去解決的問題 那你用了一個工藝的 溫暖的手法去完成它 那帶很多人一起走過 這樣的一個模式 其實是一個很經典的案例 我們都會覺得非常的需要 所以很想問問看您 是不是有一些 比較落實落地的一些 比如說一個團隊 或一個組織 或您剛剛說的台積的志工隊友 那您不只是董事長 也是隊長對不對 還是自己心事去 好嗎 謝謝 一個我們的這個基金會 能成功能做出東西來 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是一個團隊 我們這個團隊差不多 我們整個辦公室有六個人吧 我們公司六個人在基金會裡面 那最主要是大家用心 你走在第一線的時候 你要把它當作一個愛 而不是真正是一個工作 你一個工作只要做到好就行 你有愛的時候 你就會把這個關注當下的東西 會分散出去 會有線出去 所以你在第一線的時候 你除了去做一件事情之外 你會看這件事情旁邊 還有新的線出來 你去愛一個人的時候 你去關照一個人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在另外一方面 也需要被關照 所以你這整個東西呢 不要當作一件事情看 而是看到一團的東西 你把重點抓到之外 也把那一團的東西慢慢仔細看 所以你這樣子的話 你很自然就可以增加不同的 新的點子出來 像這一次我們做了在職的訓練 這個東西呢 就是因為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用了心去關注一個小孩 除了升學之外 父母親希望他升學 他不想升學之外的時候 你就會替這個小孩想 讓這個家長看到他有另外一個什麼機會 像我們的企業 顧他們差不多三萬四一個月 你大學畢業的薪水差不多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讓他們有機會 來嘗試不同的方式 所以我們去的時候 我有沒有設點 我沒有 你要問我今年計畫是什麼 我會告訴你們 我不知道 因為我還沒有走到 很多事情一定是要 我自己本身走到了以後 去把它創造出來 去看到了把它創造出來 才是一個點 孫散回答你的問題 好 謝謝大家 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那今天再一次謝謝各位貴賓 各位媒體朋友的麗玲 謝謝大家 上去到樓上去 我們下次再見 待會要留下來用餐的貴賓 跟媒體朋友 我們可以待會 工作人員可以引導你上六樓 歡迎大家留下來 那接下來我們會保留一點時間 給媒體朋友做聯訪 那如果要攝影的 我們可以到前面來 好嗎 那最後提醒大家 今天所有的文字的資料影片 All point 都可以少聊你那個議程上面的QR Code 就可以直接當落了 我在這邊特別要謝謝來的企業們 謝謝你們的到來 謝謝你們全年的支持 那你們還需要什麼東西 別忘了讓我們知道 不要客氣 好不好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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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自己的 謝謝 謝謝 大家就一點點時間了 好 謝謝 謝謝 不要理他 沒有被他 好 好 大家OK了嗎 謝謝 謝謝 OK了嗎 OK了嗎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好 謝謝 謝謝 Sophie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今年志工社 您覺得最大的回饋 就是最大的欣慰的事情 是什麼 我很高興我的新點子可以做出來 就是AI讓黑眼地區的小孩 可以學到AI 因為我覺得他們學到AI的時候呢 他們到下一步到城市裡面的話 不會弱 這是第一個 五點 第二呢 我是覺得在此訓練 可以去找到工作 對我來講 也是個很大的一個欣慰 過去我們不是想的老人小孩 那這次業有家綠呢 就跟這個 跟未來這個環境教育 是不是你有想到這個 綠能是社會的改變 大家現在在重視缺電缺水的問題 那我們做的也就是 LED燈跟太陽龍板 那缺水我們也沒有辦法做學生 所以我們做的就是 一個主題找出來了以後 我會再挑裡面那個時候 我可以剪下來 是 因為裡面有很多 比如說AI或綠能 都需要比較專業的志工們 所以你有號召哪些人 包括像 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包括像退休的同仁 小孩 這是第一個 那 退休同仁當然是很好了 他們能回來 表示他們的價值還存在 那 太陽能呢 然後 LED燈呢 我們是找 學校的 學生 來賺 來賺這個錢 所以我們是給他們做的 等於是我們做一件事情 幫助兩個方向 然後 ED燈呢 我們是 找 需要的 弱勢團體 幫他們蓋的 因為這樣子的話 他們省下來的電費 就可以留給自己 那個 我們去在台南 蓋了一個 ED燈的一個單位 他好高興 他說每天太陽一出來 他就小孩在賺錢 因為他的錢是留下來給自己 我剛才高的情況很多 講一下 詳細狀況 跟你講真的 我也不太會 這是我自己看到的 是 他們去交了三四個鐘頭 給小孩子 這小孩子 他們初中這樣子 那 我就看到他們在 在 寫program 那我就是 我小孩 是當天學 當天 就 有個電影 有一個影片 我沒有讓他們放 就是 他們學了以後 就讓小孩 寫program 讓有個電動車子 就可以 像這個一樣 會自己跑 他就是用 AI的方式 讓他 指導這個電動車 如何的方向 如何的走 如何的跑 是 剛剛有講到 志工假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現在台積電給志工 有些什麼 更多的福利 做志工的員工 有什麼 志工的員工 第一 福利很難講 在台積電講福利 好像 尤其是我們志工 他們的福利是公司給的 那我們基金會 只是 他們要 來當志工的話 我們會 集合在一起以後 我們會訓練他們 因為當志工 不是來當志工 就是當志工 志工們還是要經過訓練 我們給他上課了以後 我們還會找他的專長是什麼 因為我們志工設施 做很多很多 而且我們很多都做得很細 譬如你教小孩的時候 你要很細 你要一對一怎麼樣教 而且我們要教小孩 教這些志工 如何觀察小孩子的情緒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要教的 所以你不在第一線的時候 你不曉得怎麼樣去帶這些志工 還有志工 志工是台積電 他們自己申請 所以這是每個單位去申請的一個事情 那我當然是很感謝公司做了這件事情 讓我們現在有更多的 我們有一萬多個 我們有一萬多個志工 剛剛會前你有談到媒體有問說 這次IPEC回來有什麼樣的心情 做完一件事 做完一件事 就是IPEC回來去 我們是一個工作 在那邊呢 我先生是蠻辛苦的 因為我們在外面四天 五天 一天是在飛機上 來回二十四小時 四天 每一天晚上都有事情 那白天呢 我先生都有事情 因為他要跟很多的 國與國之間的對談 所以我幾乎沒有時間去問他 你昨天睡得好不好 因為他一起來就在看報告 跟準備報告 他跟別人談話 我是比較好啦 因為他是面對第一線 這是他的工作吧 他對工作都是很熱情 而且很喜歡對吧 我應該說是熱誠 跟喜歡 敬哲 敬哲 對 很敬哲 他自己做的事情 所以我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忽然之花家外界 還是蠻多安心說 創辦人 退休之後 還有朋友叫他們 他的這個退休生活 大概就是平常忙這些 因為他其實也去美國演講 然後也代表 就是二度 也代表這個 台灣去出任這個 IPEC的領袖在 那可以嗎 可以講說 那Maurice他 他怎麼安排他這些 就是 經常然後退休生活 就除了這些 可能辛錢規劃 準備之外 他平常才會做 去保持他這樣的體力 然後腦袋去思考 這些東西 他腦袋思考的時間蠻多的 因為他 請他演講 或行程 這些事情 賺他蠻多時間 而且他是一個很認真工作的人 他對每件事情都很 很積極 很認真的在準備 那他每天早上 一定會看公司的 一些報告 他還是會看 跟看紐約time 美國的報紙 台灣的報紙 關心國際新聞 那他下午都會到辦公室去 見人啊 或是準備資料 所以講他退休 我也常常看不到他 還是很忙碌 那是休閒娛樂時間 有說要打橋牌 他橋牌每個禮拜六 每個禮拜六都會打橋牌 那他在家或是在公司寫自傳 我們要出去他 他還在那邊 他都知道還沒寫完 還剩最後十分之一吧 所以 他過得蠻難的 那Sophie 跟他的兩天 這個相處的事 一起做哪些事 有一點比較多 或是他也會跟著你去 資工方面的部分 資工部分我不敢找他 因為反而我們要 我們要找人照顧他的成果 對 呃 在我們這個年齡 我們是相惜相愛 相依為美的過日子 呃 在一起 不講話 也是一樣的 甜蜜 我是覺得 人在一起就是個福氣 不要去照他他 珍惜當下 這句話是很對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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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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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政治方面我不太懂 所以我不評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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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上去吃飯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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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跟我們一起參加,還是一樣,是風采酒 有嗎? 然後電視場都不會啦,這幾點 因為我已經有兩年沒來參加,也沒妒忌 每次就收集,去年也出國 去年也出國 前年沒辦 但是我就是兩年沒參加 今年他就打來,說你看這個,你一定要來 他說,如果你不來,如果你不來,我們才找你們台北 你來我們 所以說 就意思啊 廣長,那個桂冠董事長,請自謝謝 然後你哪裡,該我先進去 現在還是支持我們最多的士兵參加 我覺得,聽從這樣講,我覺得是一樣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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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也特別過來了 謝謝 有 那 Juda 謝謝 咦,上去 上去 欸? 為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欸 先上去了啦 先上去了 好啦 好吧 好嗎 謝謝喔 謝謝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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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一下會在裡面 沒關係 剛剛前面前面 沒有 沒有